大家好,我是Mr.曼蘇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S2的5th Classroom Exercise 11B 弧的長度和線形的面積 例如,在圖中,線形AOB和線形COD加以O為原心 即是說有兩個的線形 白色的線形和大一點的線形 大家原心都是O 其中ACO和BDO都是直線 一條直線、兩條直線 AC就是4CM圖有寫路 然後AOB是135度 AOB的護長是7.5πCM 就求OC的長度 首先,我切了OC做X 我特意畫多一個線形 整個線形的護長是7.5πCM OA是X加4 為什麼要無緣無故要將OA叫X加4 因為這樣,護長是由部分圓周的概念計算出來 如果我計算圓周一定是2πR 所以我一定有OA的半徑R 所以最重要的第一句 我會寫下,護長就等於7.5πCM 那這個護長呢,我們就可以換一個公式 7.5π 它的原心角是135 13over 360 然後,除了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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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會X加4等於10 左右手減了4 X就會是6 OK 即是我們找到OC 當然,我們不要忘記寫設定 OC等於X 好,看看B 求著色部分的面積 答案以π表示 這個著色部分,還不是大線型減少線型 問題來了 那你線型面積除了要有那個原心角 即是你還有什麼呢 你還要有半徑 因為你除了π,π也不用理會 除了原心角,θ 你還要半徑 有沒有人知道小的線型半徑是多少呢 提示,小線型就是COD OK,我們算了COD是多少 X是多少 X是6 如果X是6 這樣,4加6是多少呢 大線型的一半徑就是10 這樣就簡單很多了 我們就把兩個線型公式放回去 大線型這個 減少線型 OK 最後答案就是24π 留意,我們在計算面積 所以是24πcm2次 這樣就完成了 好,我都說了一段時間 到你做即時練習錄了 請你 pause 版面 然後回來一起對答案吧 好,多謝大家的參與 即時練習錄 圖中所視為有永池ABCD 嘩,這個有永池ABCD 先認AOB和先認COD加2O為原心 其中OCA和ODB都是直線 這樣,這個狐長ABCD是3π OA就是9米 OK 我們要找角AOB 即是找θ,我們先標了圖 θ 你猜最有用哪句 根據這幅圖 最有用 當然就是 狐AB就等於3π 狐長條公式是甚麼 沒錯,就是2πR乘以θ over 360度 第一件事做甚麼呢 左右手脫掉了π 我順手把2和9就成為18了 對嗎 OK 左右手脫掉18了 然後不要讓它停了 左右手再乘一件事 沒錯,就是乘以360度 我們就很快計算到θ 是60度 這樣就完成了 好,看看 約OC等於2AC 求游泳池的面積 首先我們知道AO就是9米 AO是怎樣做出來的呢 就是AC加CO,這沒問題 咦 CO可以換甚麼? CO可以換兩個AC 這樣就發達了 一個AC加兩個AC 一個AC果然是3AC 如果3AC等於9 一個AC就等於3 OK,我們現在連3都找到了 好 那AC是3的話 CO是多少呢? 9-3就是6 現在計算泳池面 就是簡單 計算這個著色的部分 都是大線型減少線型 當然是畫了圖 穩陣一點 畫好兩個線型 最重要就是半徑和圓心角 然後分別寫那兩條公式進去 OK 那就記得 線型呢 就是部分的圓形 所以線型面積呢 就是把圓面積 再按比例成 譬如我們把圓形斬開360分 今次我們除了60分 那就是60分 那就是360分 那最後應該就拍到 會是23.6cm的二次了 那也都計算完了 那很多謝大家了 拜拜